我是成龙 第一次来到晚满堂彩 当然不能空手了 大家看到刚才我们有一家餐厅 我特意从餐厅为大家 为四位评委准备了我们的西餐美食 观世老师 谢谢 董卿姐你的比较特别 这个是很重要的 烤鸭吗 我们一会再揭晓 我下面给大家表演的 什么都不用 只有我的内心 给大家表演一个预言树 因为我是美食 所以我为大家带来了36种美食 请看一下大屏幕 我现在要选一个观众朋友们 谁特别爱吃 选一个观众朋友们 选一个观众朋友 你好 你好 先介绍一下自己好了 我叫陈思雨 陈思雨是吗 我可以叫你小雨吗 可以 好 小雨你好 第一次见面 是这样的 假如说 我让你在 这是来自六个国家的36种美食 这样 我如果让你随便选一个 然后预言到董卿姐的面前 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你是我的托 对吧 咱们俩串通过 所以我坚决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 所以我想了又想 我发现中国古代有一项非常伟大的发明 就是这个东西 叫做骰子 而且它是一个透明的骰子 你可以检查一下 没有问题 真的有问题是吧 这还有一个杯子你也检查一下 是我平时喝水用的杯子 是吧 你轻轻地放里就会出来一个点数 比如说我打的是六 对吧 然后你随即也会打一个点数 我现在要你这样 你拿这个骰子 什么都不要想 你就静静地排除杂念 把骰子轻轻丢下去 选择一个国家 好吗 有请 你选择的是四 随即选择了一个国家 就是法国 我想问法国有你喜欢的美食吗 牛排吧 牛排是吗 牛排是你喜欢的 那不一定啊 不一定是牛排 OK 来咱们再来一点 这样 你什么都不要想 什么都不要想 随机 这次我们看一下 小雨你选择的是五 我看一下五是什么 五是法国的一种美食 马卡龙 董青姐 你喜欢吃马卡龙吗 喜欢 喜欢是吧 你想象一下 刚才小雨随机用这透明的骰子 随机打出了几个数字 随机选择了一个食物 你觉得有可能是你面前的这个食物吗 你觉得有可能吗 吓到噎到 对 你先不要打扇 因为你是魔术界的一个长者 一个有身色的人 想象的 想象的 挺想象的 得高 不得出本 虽然你的年纪很小 长者 你觉得可能吗 刚才你讲松林还可以 你怎么会讲的 你觉得今天事情发生概率大吗 也许吧 那请您打开一下 三 二 马卡龙 谢谢大家 谢谢成龙